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4.3的部分 这个是部分分式 部分分式来讲 我们的做法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两项分式相加 我通分的时候会怎样呢 分母会相乘 然后这个乘上去 这个乘过来 然后加在一起 就会得到大概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我们要倒转做 部分分式就是要倒转来做 我们把这个必须要拆成这两项 那我们要怎样做呢 怎样做就是说 我们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们怎样拆成 x加3分之4跟x减2分之3 好 那我们有一套的 一套的一个做法 就是只要我们就是说 我们研究了过后呢 我们发现到说 哦 我们只要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跟寻他的那个步骤来做 就可以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我们来直接来看一下 当我的分母是为一次式的乘积 什么是一次式呢 就是说他只x呢 只有一次方 就是ax加b加乘上这个cx加d 这里是一次 这里也是一次 那这个时候我们拆成这两项啊 我的分子呢 就只能是常数 因为这两个呢 都是真分式 真分式来讲呢 就是说我这里有x 分母有x 我分子就不能有x项 我就必须要小他一项 就变成了只有常数项 所以这个只需要设a 这个只需要设b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像这个情况来讲呢 x平方减x减20 我们可以因此分解变成 x减5x加4 那我们把它分开两项 然后x减5一项 x加4一项 分子我们就不晓得 所以我们设a 分子也不晓得 我们就设b 这样你就会问了 让老师这个a跟b怎样找呢 我们以前我们混会的通分加起来 so一样的道理 我们从右边这一个设成了a跟b之后 我们通分加起来 就是分母两个互乘 这个乘上去 这个x减5乘上去b的位置 那因为分母一样的嘛 我们就分母去掉了 我们不要再看分母了 好 我们只是看分子 那分子来讲呢 左边就会得到8x减13 右边的话呢 就会得到a乘以x加4 b乘以x减5 那我们这里呢 解法呢 有两种 一种呢 叫做代入法 如果可以用代入法的话呢 我们尽可能用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用代入法 什么时候可以用代入法 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但是呢 有一些比较漂亮的情况 我们可以代入了之后 马上导到答案 怎么说呢 就是x减5啊 我们有这样子的东西呢 我们就设x等于5 对 因为我设x等于5 这一项等于0嘛 这个5加4就得到9嘛 这个5是20 5 58 40 40减13 我们就得到一个值 3 27 27除以9 我就会得到3 a就会得到3 马上达到a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有x加4 这一项 我们就设x等于负4 我因为我带x等于负4的时候呢 这整项为0 负4减5就得到负9 负4乘8 负32 减13 就会得到负35 不是负45 95 45 负负得正 各个 所以B就会等于5 所以我们把A跟B呢 放回进来呢 我们就可成功的把这个 他要求的这一项 进行了这个部分分试 还有要注意的是 我们进行部分分试 一定要是真分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如果不是真分试的话 要怎么办 你必须要进行长出法 像这个的话呢 x平方 x平方 这个是加分试 我们必须要进行长出法 得到2加上x平方减1 分之x减5 我们进行部分分试呢 只是进行后面这一个 这个2呢 你就不要理他 OK 那后面这个呢 x平方减1呢 我们可以因此分解 变成x加1 x减1 所以我们分成了x加1分之A x减1分之B 交叉成 再得回那个分分子的部分 x减5会等于a乘x减1 b乘x加1 我们带x等于1呢 这一项得到0 这个会得到2 这个会得到1减5 得到负6 不不不不不 我带a 他这边是先带负1 所以这一项为0 这项为负2 这项为负6 负负得正6除以2得到3 a等于3 如果你带1的话呢 这一项为0 这一项为2 b 应该是正的吧 这个应该修改一下 应该是正的 我不知道我的这边出了一些问题 我改不到东西 我按不到东西 anyway 所以这里应该是正的 正的b 然后这个会得到负4 负4除以2呢 才是得到负2 所以我们再把a放进去 b放进去 OK 那这个负2呢 它提前去了 所以就放在前面 OK 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一边错而已 这一边错而已 没问题 所以要注意啦 如果是假分式 必须要先进行长处法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种情形 如果你的分母 虽然是一次 但是它有沉密 怎么说 它是有某个次方 像如果它是三次方的话 你设的时候 你就要从三次方 分子一 二次方 分子b 一次方分子c 设成三项 这样子 OK 比如说这个的话呢 这个算是真分式 因为这里虽然是x平方 这个你展开的话呢 其实是x三次方 所以这个是真分式 你设的时候 x-1分子 x-1的三次方分子a x-1的二次方分子b x-1分子c 然后呢 然后呢 通分呢 要注意了 这个完全不确任何东西 所以它是a而已 这个呢 要乘多一次x-1 所以它有b乘x-1 这个要c呢 要乘以x-1的平方 所以得到x c乘x-1的平方 那这个如果你进行 你可以进行这个带入法 你可以带x等于1 你这两项为0 这个是得到1加2等于3 3减5会等于负2 负2 所以我们知道b是等于负2 b等于负2 但是c跟b跟c怎么办呢 所以这一边呢 他们其实建议说这种情形 我们就直接的展开它 展开它之后呢 我们有一招叫做比较系数法 展开它的话呢 这个是x平方减2x减1 加1 然后呢 你就会得到cx平方了 然后呢 我们有 bx 这有减2c对吧 b减2cx 这个呢 是a减b 加c是常数项 所以比较系数呢 我们直接看了c要等于1 我们的b减2c呢 就会等于2 我们的a减b加c呢 会等于负5 解连力你就会得到了 当然你解连力 我的做法呢 我比较系数得到c 我代入法我得到a等于2 过后呢 我才可能只是在比较多那个常数项 因为常数项我可以直接肉眼看出来abc的 然后呢 然后呢因为我找到了a我找到b我找到a跟c了我b就可以直接找到 所以其实比较系数法和代入法不是两个分割的不是说你用了代入法就不能用比较系数你可以混着来用 好吧 OK 所以说解饿 这里的解饿来讲啊很特殊他把x减1呢 设成了y 然后x减1设成了y的话呢 x就会等于y加1 所以把x的部分呢全部换成y加1分子展开他在展开他排列好来y的三次方呢除以这三个地方 过后呢把这个y呢换成了x减1就可以得到同样的东西 好所以这一招是比较特殊啊如果你会用的话呢这招还蛮好用 然后这一边呢 部分分式如果你混合的很像这里有二四方有一个x那你就要设成x分子a 2x加1分子b 2x加1的平方分子c 然后呢展开他 OK这个的话就要乘以2x加1的平方了 这个就要乘以x就要乘以2x加1了 这个呢就要乘以x 而已了 那你可以用代入法 你也可以用比较系数法 带入可以带入一 呃带入零 这两个就会去掉你找到a 你也在带入负二分之一你就会把这两项去掉 你就得到c是多少 然后呢你可以随便的再带入 比如说 1 来 你就三个得得到但是呢这个时候a已经找到了吗 c也已经找到了吗 对然后呢再把a跟c给带进去你就会找到b 所以呢 也是可以啊 未必一定要用 比较系数法了 给 我就不演示了啊这个你可以啊尝试去做一下 部分粉丝呢最重要是做练习 ok 所以接下来呢到你们做练习了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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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